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小王 你不是老板的秘书吗 老板这怎么回事 别提了 咱们这次准备合作的李总喜欢上一个戒指 老板本来想拍卖下来送给李总拿下这次合作的 结果在拍卖的最后几秒钟又被人加价500万 落拍了 李总这个项目我倒是听过 李总老就放话 谁要是拍他这枚戒指 谁就是他们公司最大的合作伙伴 获得一大笔合作资金支持 不过这下可怎么办呢 我怀疑是赖总他们的人故意抬价 打落我们公司的资金链没有资金 也不知道我们能成多久了 这就看老板怎么想的了 老板 这个是关于李总那个项目的整理资料 咱们这个项目目前进展到怎么样了 现在不需要了 合作告吹了 咱们公司都快倒闭了 这么严重啊 你们也别太担心了 我就直接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把这个资金缺口补上 老板那可是3000万不是小数目 哎 杨子 你这个戒指 你说这个戒指啊 这是我在拍卖会新买的 有个神秘人一直跟我加价 搞得我最后花了好多钱才买到 我爸特别喜欢这个戒指 本来我是想买下来送给他 但是我后来一发现 我戴着也挺好看的 我就打算留下来自己玩了 现在你一个土包子还参加拍卖会 开什么晚上 你地团上奖叫买的吧 你管这个叫拍卖会 杨子 你再摘一下来给我看看 小王 这就是咱们昨天拍卖会上没有拍到的戒指 老板 你开玩笑的吧 杨子 你最后是多少钱拍到的 没多少钱也就1500万吧 真是你啊 那什么名人是老板 本来想拍下这个地址送给李总的 促成这次的合作 挽救公司这下全给你绞房了 李总那个公司对吧 你早说嘛 喂 爸 这次合作你跟我们公司签吧 3000万不够 合作之间你准备个5000万吧 好了 老板 项目搞定了 记得关注我哟